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成功感到十分惊讶 并对他的努力表示敬佩 孝生自己在美国都还没有做出一番成就 更令人感动的是 这位朋友还分享了一个高中时期的往事 当时他在学校抓住了一根看起来像是钢棒的东西 不料那尽是高压电线 他想说这次完蛋了 没想要Rens突然冲过来用身体撞开他 就有他一命 让他十分感激 形容Rens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明镜与点点栏目